香港的夜色永远神秘且迷人 白日车水马龙 夜间有霓虹闪烁 在灯红酒绿间 附生着无数迷茫而又疲倦的婚礼 王志明是寄居香港的一名杀手 当夜幕降临时 他会接到来自神秘女子的电话 告诉他今天刺杀的目标 接到任务后 他便从自己的租房出发 一路穿过繁华的夜市 不带感情地完成刺杀 不掺杂个人情感 是杀手这个职业的必备技能 那名神秘女子 是王志明的代理人小新 两人合作了155个星期 却未曾谋面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旦相遇 也许就会有了感情 而感情是杀手最不需要的东西 虽然王志明应该没有感情 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过去 时不时的 他也会撞见自己之前的熟人 甚至是高中同学 碰到曾经的朋友 自然会很尴尬 幸好王志明早有准备 他随身常备着 和老婆孩子的合影 被人问到就拿出来给人看 这些终究是虚假的亲情 那不过是他和路人那张合影 他没有老婆孩子 连之前喜欢的女人结婚 也不敢去参加婚礼 王志明世界中唯一的平衣 大概只有电话另一端的 那个女人 虽然王志明和小新 从未相逢 并不意味着 两个人没有交集 事实上 小新很清楚王志明的住所 他会在他每次出去执行任务时 来到他的房间 为他铺床 收拾垃圾 而王志明每次归来 看到焕然一新的房间 闻到空气中残留的香水气息 也能知晓他曾经来过 这是两个人之间 互相连结 却不彼此打破的某种墨迹 每次小新收拾房间时 都会试图从垃圾里 猜测王志明最近干了些什么 对这些杂物看得久了 大概就自然而然 会产生出某种情愫 他知道 王志明经常造访一家酒吧 也会坐在他曾坐过的位置 在一个个无法入眠的深夜里 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小新住在一栋小旅店里 旅店中还有一个年轻人 叫做何志武 何志武老爸是小旅馆的老板 他小时候因为吃到了 过气的凤梨罐头 所以变成了哑巴 不善和人交流的他 就算已经成年 也每天和爸爸睡在一起 何志武最喜欢的 就是在夜里骑着摩托 在隧道中狂飙 或者来到已经收摊的夜市 找一个打烊的店铺 打开铺门 点亮灯火 装错继续营业的模样 何志武可完全不是一个生意人 他的夜市 更多是在强买强卖 或者就为了让自己玩个开心 卖猪肉时 他跳上猪背 给猪足按摩 卖蔬菜时 如果路过的大妈 不买走茄子冬莞 就不放人走 经营洗衣店 强行把路人的衣服来洗 理发店 给人洗头后 还附送瓜胡子套餐 最离奇的就是 经营冰淇淋店 不仅强迫顾客 吃一大坨冰淇淋 更是把顾客的一家老小 都叫出来吃 吃的老人孩子 都叫苦不迭 我给钱好不好 你开个价吧 我全包了 求求你给你钱好不好 冰淇淋对何志武 其实不是个美好的会议 他小时候 妈妈就是被冰淇淋车撞死的 老爸于是很久都没吃过冰淇淋 何志武这次洗劫了冰淇淋车 不忘给爸爸 带了一份冰淇淋 虽然老爸嘴上嫌弃 还是把冰淇淋 吃了个精光 于是拉了一晚上肚子 此时 王志明在此任务中受了伤 身为杀手的他 虽然不可能去医院 也无人照料 只能自己防针 近来 王志明出任务经常挂财 频繁的伤痛 让他感到愈发力不从心 疲惫的他逐渐蒙上了 金盆洗手的意愿 只是要离开这个行大 总要给自己的代理小新一个交代 王志明电话约了小新 想在他离开之前 两人见上一面 只是最后却没有复约 王志明知道 小新会去他经常光顾的酒吧等他 便在那里留下了一首歌的线索 电歌机里的歌是忘记他 他期望他之后听到这首歌时 能了解自己的心意 选择忘记 而不是等待 就在王志明退出后不久 有一天 他在麦当劳 遇到了一个黄色头发 古灵精怪的女孩阿文 阿文回家时 正好下起了雨 王志明便用衣服挡雨 把阿文送回了家 阿文邀请他来自己家坐一下 王志明本来想在屋檐下 等到雨停就离开 但是阿文夺过他的外衣 说一定得让他进屋 再还给他 王志明便改换新衣 进了阿文的房间 孤男寡女大雨失节 阿文很快就半推半就 从王志明上了床 他说 王志明曾经喜欢过他 可王志明并不记得 自己过去曾经见过这个女人 阿文也并不在意 他染黄了头发 就是希望自己今后 不会再被人遗忘 这天 何志明又在大街上 抢买抢买 拉拢顾客 这次 他碰上了刚刚失恋的女子妮妮 他本来以为 和男朋友即将走进婚姻殿堂 没想到 男朋友却被一个叫 金毛玲的女人 借足先登 何志明这一次推销不成 反倒被妮妮 借了不少钱去讲电话 还被迫提供肩膀 供他伤心的依靠 无奈的何志明又无法开口安慰 只能在心中建议对方 找金毛玲当面对决 我好想让他知道 有些事情是不能在电话里面解决的 要么就出来面对面谈 再不能呢 就贬他 可惜我不会讲话 妮妮仿佛听懂了何志明的心里话 便拉着他去找金毛玲 但是金毛玲是谁 又在哪里呢 他们一层一层地找 一户一户地问 但是除了邻居的抱怨外 一无所获 妮妮怀疑楼里的所有人都是金毛玲 何志五只好找了一个金色头发的充气娃娃 让妮妮暴揍了一通 笑了气 但金毛玲是谁 还是无人知晓 似乎谁都是金毛玲 谁有都不是 何志五约妮妮去棒球场看球 但是妮妮来这里 却并不是为了约会 她知道自己的前男友很喜欢棒球 她希望自己能被摄像头拍到 也许男友在看到这场比赛的录像时 可以看到她 妮妮终究只是把何志五 当成一颗失恋时 暂时的依靠 这份感情很快就过了期 何志五下次再约妮妮出来时 便再也没有了会心 大手打击的何志五 放弃了夜间的游荡 去了一家居酒屋打工 说了也巧 他在这里还碰到了 来自买醉的王志明 王志明已经退休 还想着开一家这样的小酒馆 养活自己 他和店老板相谈甚欢 然而就在此时 居酒屋的背景音乐 竟然想起了之前 他留给小心地忘记它 曾经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 他默然离开 再也没有谈及开酒馆的想法 王志明如何去想 何志五自是不会操心 他在的酒馆老板 是一个日本人 为到孩子的生日 老板都会录一段视频 发给孩子 录像这种形式 让何志五非常向往 他不知道从哪里 整了一台摄像机 拍摄谁呢 自然是拍摄自己的老爸 老爸基因旅馆 老爸接牛排 老爸上厕所 还有老爸睡觉 虽然老爸被何志五 塞到眼前的摄像头 搞得很不耐烦 然而到了晚上 他还是拿出了袋子 反复观看 另一边 已经和王志明 生活在一起的阿文 有一日在路上 撞见了小新 也许是女人特有的直觉 或者某些 无法消散的香水气息 但竟然彼此 意识到了对方的特殊 小新说 要和王志明再见一面 阿文劝说王志明回绝 然而他心里知道 他一直放不下 曾经的一切 王志明和小新 在酒馆重逢 阿文在店门口 无聊地等待 他等到自己 吃完最后一片水 便是天突然 开始下雨 就像是他 出于王志明的那天一样 他本一做好打算 自己冒运回家 没料到 王志明间一如那日 用衣服为他撑起 一片晴空 然而 这并不是王志明 对阿文的表白 而是他最后的绝饼 阿文恼怒于 王志明最后的温柔 狠狠咬上他的胳膊 阿文希望他之后 就算记不得自己的长相 也会想起 有个女人 咬过他的臂膀 王志明终于向小欣 坦白了自己退休的想法 作为回应 小欣给他布置了 最后一次的刺杀人物 那就像所有的任务一样 危险充满杀机 如同走在钢丝之上 只是这次 王志明终于用光了 自己的好运 面对着潮水般 有了的敌人 他没能逃脱 一路杀手这一行 大概注定就 无法拳这儿退 何志明的故事 也到了终点 他的老爸刻然尝试 他不得不离开 熟悉的小旅馆 收拾老爸的遗物时 他把录影带看了又看 曾经的自己过于任性 不想长大 只是没有老爸的他 不得不变地承受起来 何志明成了街头的混混 一日 在小贩店里吃饭的小欣 遇上了刚刚打完架 满脸血污的何志明 两人冥冥之中 似乎认出了对方 何志明载着小欣回家 穿过漫长又短暂的隧道 他们面前的世界 究竟是何模样 只有他们自己庆祝 《堕落天使》 是王家卫于1995年 拍摄的一部电影 电影由黎明 金城武 李嘉欣 杨采妮 莫文卫等明星主演 讲述了香港夜幕下 极端不同的人生 疏离与寂寞 大概是王家卫 最想在本片中展现的情感 杀手与其代理人 155周的不相见 让电影一开篇 就被赋予了超现实的质感 正是因为这种疏离 让李嘉欣扮演的小欣 偷偷潜入黎明扮演的杀手 王志明的房间 为他操持一切 并从垃圾中 找寻王志明生活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因为寂寞过久 王志明甚至都忘记了 如何与别人正常的交流 他选择用一首歌 代替别离 遇到真正喜欢自己的女孩 又在最后关头一走了之 王志明最后的结局 在他看来似乎必无可避 但在观众眼中 只是一个现实社会中 无所适从之人的旧有自取 不同于王志明的刻意疏远 金城武扮演的何志武 则努力与人亲近 只是他小时候 就无法说话的毛病 让他与别人之间 产生了天然的隔阂 他向别人推销商品 却没有人会买账 他喜欢一个女孩 然而那些他喜欢的人 却总是无视他的付出与苦楚 何志明仿佛并不只是一个哑巴 而是一个社会中的透明人 在影片中出现的所有人中 似乎只有何志武的老爸 能接纳儿子的一切 儿子犯了事 替他擦屁股 儿子玩闹 也一笑了之 他纵闻儿子的一切 让何志武可以在这个冰冷世界中 充满童心地活下去 于是当何志武的老爸死去的那一刻 所有的疏离与寂寞便再无遮拦 直接向他袭来 于是我们也看见 曾经那个喜欢玩闹的何志武 不久之后 就变成了混迹街头的小流氓 人间的堕落不过如此 天使到凡间也不过一瞬 影片中出现过多次 何志武驾驶着摩托 试过隧道的镜头 影片结尾 李嘉欣的角色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 也很久没有这么节节一个人 我知道这段路的路程不远 我很快就要下车 不过这一分钟 我觉得很温暖 都市中那些忙碌却孤独的人们 大概都会对此深有感触 大家本都是形同陌路 萍水相逢之人 彼此之间 哪怕能为一分钟的短饭相拥 也足以令人感到温暖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结束到这 喜欢视频的话 欢迎收藏订阅 我是墨越四 祝你早安晚和晚安